在这场远见高峰会论坛中 媒体联访外界最关心的蓝白河议题 基隆市长谢国良公开向柯侯阵营提出了他的建议 我希望柯侯两个人要面对面谈 我觉得现在的沟通的气氛不是很良善 那我相信我们四位市长看在眼里 心里也会有点担心 那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次没有谈成的话 这个不是两位首长的问题 也不是两个城市的问题 这是全台湾未来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真的很希望两个市长能够当面一起谈 尤其我很了解我们侯市长的个性 他是非常的阿萨利 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大哥哥 他如果跟柯市长当面谈的话 我相信气氛一定是会比现在的良好 所以我会真心的鼓励两位市长 大家碰个面大家一起聊 这场鸡北北淘的首长座谈中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针对城市的港口特性 提出了他未来的规划愿景 基隆市能够打造成第一流的海港的城市的氛围 第一流的海港城市 大家知道纽约啦 或者是大家看到横滨啦 釜山啦 甚至这个东京的台场 他们都算是一个海港的城市 所有一个海港城市有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引进大家都很关心的水路两用的观光巴士啦 我们也希望在港边要打造一个港景的儿童乐园啦 并且呢在海边跟港边都有更多音乐文化 还有商业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空间 也打造出港边好的购物中心等等 我们也预计跟海大海洋大学 共同打造一个大概五到六百公尺长的一个海大的海滩 结合我们的游艇码头 所以我认为就是基隆呢 就是我如果说我要打造一个第一流的海港城市 这一点万安他不会跟我比吗 因为台北没有海港 所以台北朋友来玩的时候要想玩海港的时候 台北当然条件更优厚 这个无可厚非 可是台北的朋友 桃园的朋友甚至新北的朋友 想要来海港这边看看休息走走的时候 大家就会来基隆 那过去我们可以看到釜山跟横滨 真的有很多很成功的经验 这一点还是我们台湾的海港城市 有待要学习努力加强的 所以基隆现阶段的第三个最后一个目标 是打造自己成为第一流的海港城市 谢国良市长也不断的提醒各界 基隆想要升格直辖市的心愿 希望把基隆建设为台湾一流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